说佛是历苦的乐 他说这个乐是永远存在的吗 如何才能得到呢 没错 佛陀教化一切众生的目的 就是要帮助众生历苦的乐 乐是永恒的 绝对不是 你现在乐将来不乐 那不是真乐 那是假的 这一生乐来生不乐 那也是假的 也不是真的 佛教给我们得乐 现在乐来生乐 生生世世永恒的快乐 这是真的 怎么样才能得到呢 佛给我们讲的 破迷开悟 就得到了 为什么呢 苦从哪里来的 迷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迷惑 所以才有苦啊 如果对于真相 完全明白了 你自然就快乐了 所以 利苦得乐 是从古上讲的 破迷开悟 是从音上说的 佛教化众生 于是我们就明了了 你看 释迦牟尼佛 夜深为大众讲经说法 从此与教学的工作 他教学的内容是 帮助众生 破迷开悟 换一句话说 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 给你说明苦怎么来的 六道怎么来的 设法界怎么来的 给你说 落怎么来的 一灯法界怎么来的 祝福菩萨古地上 一灯庄严 从哪里来的 你要是多明白了 多觉悟了 你自然会选择嘛 佛是指路的人啊 路还是要自己走 自己要不肯走 你还是得不到 寻找佛陀 教导我们这个途径 教导我们这个方向 认真努力的去修学 你一定能够得到 那么就是在先前 这个现前是最小的 我们尝试鸡毛蒜皮的 小利益了 这个小利益是什么呢 财富 不必多 我这一生呢 物质生活上不缺乏 而过得 平平静静的 聪明智慧 除世代人介物 不迷惑 都能够做到恰到好处 健康长寿 这是每个人所需求的 这种古报在佛法里 这鸡毛蒜皮的小福啊 能不能得到的 决定可以得到的 永恒之路了 那是大福报 成福 成菩萨 那就是得到的 永恒的大福报 所以 毕库得乐 是真的 是实实 是可以做到的 感谢观看